大家好 我是Stan 在上次教脏话的影片底下 有很多人留言问 IC是什么意思 IC是脏话吗 怎么没说IC AC到底是怎么解释啊 IC是18没讲完的东西吗 请问IC是不是18只讲一半之类的呢 对 看韩剧或者是韩我综艺的话 真的能常常听到艺人们说IC 或者是IC后消音的场面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IC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过在看IC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留言 我看Pincentjo的全面语律师都会骂下班了 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 有看韩剧Pincentjo的人应该知道 在剧中几面语饰演的全面语律师 在有人妨碍他的时候就会说 说出非常奇怪的感叹词 我们先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怎么说 不知道 反正不是方言 应该就是把18过滤掉的 应该就是不能直接骂 所以才这样的 对 我查了很久 这不是什么韩国方言 是在剧中新创的词语 连韩国人也不知道正确的意思 首先 根据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 国立国语院的回答 A喜是想要催别人或者是不满意的时候会发出的声音 A是失望或者伤心不高兴的时候发出的声音 C是不满意或者是不顺心的时候发出的声音 所以A喜或者是A喜可以当成是感叹词 对 本来A喜A喜只是个感叹词 但是现在就连大部分的韩国人也认为 A喜是省略了A喜班牌的脏话 所以在韩国正式的场合或者是跟长辈说A喜的话 绝对不硬 爱戏 动摆吧 生意 爱戏 爱戏后面随便加上什么脏话 都会非常相配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 在韩国语不认识的人碰撞以后 或者是发生了小小纠纷的时候 你如果说爱戏的话 就会给对方 我要跟你打一场的感觉 都真的 뭐하는 거냐 爱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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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아닙니다 죄송합니다 爱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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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爱戏其实在高兴的时候 也可以使用 爱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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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总结一下就是爱戏跟原来的意思不一样 在韩国现在普遍认为是不高兴的时候 自动会说出的脏话 所以为了让自己的韩文更上一层楼 下次就在韩文人面前故意看着手机 然后不耐烦的用力敲两下屏幕后 唉 就能装 唉 唉